记者从8月28日上午武汉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今年9月,该市共有2842所中小学幼儿园将迎来开学,涉及学生139.9万人。 为做好开学准备,不分学校分时分批组织学生返校热身,提前熟悉校园环境。 当天记者在武汉市玉彩可丽小学看到,该校二、三、六年级学生分批返校,校门前设置围栏,学生派成两宗队,保持间隔,依次通过红外色温以后进入校园。 校园内设有洗手池,学生根据事先安排好的行级路线,直接进入班级。 对眼睛也会有好处,而且在学校上课不懂的问题可以及时问老师。 六年级一班班主任吴玉婷告诉记者,重返校园大多数学生都感觉十分新鲜,面对面的交流也让师生间多了清净感。 正式开学后,除了做好教学方面的衔接,他会更加关注学生们心理状态的疏导,帮助他们更快适应校园生活。 我一早上一走进校园,我的心情就很激动啊,因为我看到这个我们老师工作了一两周,预备周的时间段呢,这个校园里都是非常安静的,只有老师的身影,没有这个孩子的欢笑声。 但是今天进校园呢,感觉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校园里有活泼的孩子的身影,有他们的这个快活地跟老师打招呼的声音,我就感觉这个生机和活力一下子就回来了,我们的校园就还是以往的校园。 武汉市玉彩可丽小学副校长苏祖廷介绍,学生正式返校前,已对校园环境进行全面消杀,每日安排专人对教室进行紫外灯消毒。 苏祖廷称,全面开学后,疫情防控依然是重点工作。 校方在修诊校舍的同时,新建了留官室,并丰富了保健室,还提前录制了防疫知识宣传视频,并在每个班级设置防疫箱,专用垃圾回收桶等。 我们也是利用这样一个入学前的这样一个契机,让孩子能够回归学校。 在这个学校过程当中,感受我们老师对他们这种健康安全的一种重视,也能够让他深刻感受到学校的变化。 学校没有变,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校园中生活,他们觉得非常幸福和安全。 根据武汉市目前风险等级,中小学生应当随身备用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或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 校园内,学生无需佩戴口罩。 为迎接开学,武汉各校还制定了线下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线上教学三类教学预案。 一旦出现风险等级变化或突发情况,能够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有序转换,无缝对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